通常是火警意外 不过呢 幸运逃过一劫 这是高雄前镇区这一栋透天错 在上午也发生了火警意外 这回受困的女高职生 她幸运地活了下来 因为在火场当中呢 她想到学校消防课程当中的内容 有教她要把这个房间门关起来 来隔绝浓烟等待救援 连消防人员都大赞说 她真的是触遍无尽 跟着消防队员冲回火灾现场 屋内一片焦黑 家居被烧得面目全非 上午十点多 高雄前镇一栋透天错 突然发生火警 当时在屋外的刘姓阿� 看到自家起火相当惊慌 赶紧向邻居求救 起火点在一楼厨房 而当时独自待在家中的 十七岁女高职生 受困四楼卧房 所幸最后顺利获救 她要往外的时候 看到都是烟 然后她就没有贸然地往下 PhD6 之后她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也就是这次 为什么她会获救的关键 发现家中起火 女高职生意外冷静 也救了自己一命 因为外头浓烟弥漫退回房内 将门紧闭阻隔浓烟 打开窗户透气 在拨打119告知自己位置 镇定等待救援 当时起火点是在一楼厨房 还有上方的夹层 然后一楼往二楼之间的这个门 它当时是关着的 所以熔烟上来的时候 全部都把阻隔在门的外面 仔细看木门前后一黑一白 关门的动作在阻隔火势和浓烟上 显然起了很大功效 消防员提醒 关门开窗是火场基本动作 而且有许多人误以为 躲进浴室是逃生法门 其实大错特错 很多大楼的浴室 它的门其实都是塑胶材质 塑胶材质在一个火场里面遇到高温 它就会融化 就会变形 幸好流行女学生只受到轻微枪伤 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连消防队远都大赞 她处便不经 做出了火场应变的最好示范 接着Vision SNG小组高雄采访报道